弟兄姐妹平安 今天经文的进度在《撒末尔记》上 17章50到58节 昨天我们看到大卫打败格利亚了 格利亚是个巨人 他全服武装 看起来是这么样强壮 这么样有能力 但是却不堪一击 当大卫心靠神 也靠神的大能大力 在我们眼前的敌人 就是这么样脆弱 第50节 这样大卫用鸡弦甩食 圣儿拿菲利斯人打死他 大卫手中却没有刀 这要强调 这个胜利其实是上帝 特别的工作跟祝福了 他没有刀 却打败了这个巨人格利亚 大卫跑去 站在菲利斯人身旁 将他的刀从窍中拔出来 杀死他 割了他的头 前面的装备里面没有刀 这个刀很可能就是那个铜脊 用格利亚的刀 砍了割了他的头 菲利斯众人看见他们逃战的勇士 死了 就都逃跑 我们昨天也提到 他们一定在那边哈哈大笑 在那里摇头 在那里嘲讽 笑声还没笑完 他们的巨人格利亚就死了 扑倒在那边 一定是充满了错愕 那这个害怕就临到他们的身上 当然我想也有很多上帝的工作 以色列人和犹大人便起声呐喊追赶菲利斯人 整个士气就反转了 直到加特和以格伦的城门 一样我们所附的地图就可以看到 被杀的菲利斯人倒在沙拉因的路上 直到加特和以格伦 以色列人追赶菲利斯人回来 就夺了他们的银盘 就是他们的营地 他们占据的营地 五十四节大卫将那菲利斯人的头 拿到耶路撒冷 却将他军装放在自己的帐篷里 这个时候大卫来的时候 他是来送食物的 他也没有帐篷 所以这一节学者认为应当是编者 后期加上的补充 就是要交代后续军装 那个刀后来在一个祭司那里 我们在后面会看到 头就拿到耶路撒冷 然后军装就放在自己的帐篷 夺了这个格利亚的军装 就变成自己的战利品了 五十五节 扫罗看见大卫去攻击菲利斯人 就问元帅亚尼尔说 亚尼尔啊 那少年人是谁的儿子 前面不是说扫罗跟大卫 早就已经认识了吗 十六章特别说 扫罗甚喜爱他 他就做了扫罗拿兵器的人 大卫不是成了扫罗心中的红人吗 有默契 而且拿着兵器 表示要一同进出 是一个信任的对象 怎么在这里好像不认识了 这里应当是一种感叹和差异的问 因为他认识的大卫 是一个谈情的大卫 然后现在打败格利亚 所以扫罗他这个问比较是说 他到底是谁 他的背景 他的家世是什么 而且扫罗本来有应允 谁能够打败这个格利亚 要把女儿嫁给他 所以对于这个大卫的背景家世 他就想要更多了解 所以他就问说 那少年人是谁的儿子 主要是问他的家世背景 亚尼尔说 我敢在王面前启示 我不知道 亚尼尔说不知道就好 为什么还要说 我发誓我不知道 为什么要这么样的害怕 这么样的严严的说 我是真的不知道 因为他怕扫罗怪罪下来 如果有这样的高手 为什么你不早点派出来 因为亚尼尔是大元帅 有点怕扫罗问责 所以他说 我发誓我不知道他谁 王说 你可以问问那幼年人 是谁的儿子 大卫打死费利斯人回来 亚尼尔领他到扫罗面前 他手中拿着费利斯人的头 这变成是一个证据 我真的打败他了 扫罗问他说 少年人啊 你是谁的儿子 大卫说 我是尼仆人 伯利恒人 耶稀的儿子 扫罗想要确认 就说 你怎么这么厉害 你的家事背景是谁 你们的家听起来是 这个牧羊的 怎么会这么厉害 有一种这种味道 这种概念 无论如何 扫罗这时候就更多认识大卫了 除了是一个会谈情的少年人 现在更是一个大能的勇士 我们说17章 他主要的目的在作为第二个印证 也跟扫罗做一个对比 看见格利亚 看见菲利斯的军队 扫罗极其的害怕 可是大卫呢 却极其的勇敢 扫罗有全副的军装 大卫什么都没有 这里也是做一个对照 对比 对比出来说 扫罗已经没有办法领导 以色列人得胜了 能够帮助以色列人得胜的是大卫 上帝与大卫同在 使得他真正可以起来 带领以色列百姓 将以色列百姓 从仇敌的手中拯救出来 我们回过头来看这一段 这段当然后面看到 扫罗是很诧异的 而且也有一点想要追根究底 到底大卫是什么来头 其实扫罗 他也搞错方向了 他其实应当要反思的是自己 对不对 假使今天菲利斯人来了 他们在伊拉谷安营 突然走出一个巨人 格里亚 全副武装 前面还有一个拿盾牌的 在那里叫着 如果扫罗 他就穿上军装 他一样带着信心和勇气 就说谁敢 咒骂永生神的军队 他勇敢的迎敌冲上前去 他会打赢还是打输呢 我们知道这一场战争 其实上帝介入 因为从经文的描述跟安排 我们可以看出来 大卫基本上他身材矮小 他也没有军装 虽然他很会这个摔死 可是呢 我们知道真正是大卫得胜的 大卫自己也说 是上帝帮助他 如果今天扫罗同样登高一虎 同样带着信心和勇气 同样听见看见 有信心的耳朵 信心的眼光 我们认为他应当也会得胜的 所以扫罗在这里 应当去检讨自己 为什么我没有这样的信心 为什么我不敢 我害怕 我现在手心都还流出汗呢 而他这个少年人 他怎么可以这么有能力 我们可以看见 在包含整个以色列人 约束亚纪 近迦南 包含四世纪 以色列人得胜的过程 在于他们真正信靠神 也就是说 上帝的大能 上帝的绑币 上帝的拯救 上帝的大能 常常是透过人对他的倚靠 和相信彰显出来 明白我的意思吗 前面已经提到 这个约拿丹的胜利 对不对 为什么可以打胜仗 是因为约拿丹的信心 在这里为什么可以打胜仗 是因为大卫的信心 只要有一个信心的勇士 只要有一个愿意回应神 勇敢的站出来 神就可以改变整个局势 神的能力 是透过人的依靠 和相信彰显出来 有时候我们 我们都很想 经历上帝的能力 有时候我们的逻辑是说 上帝啊 你彰显你的大能 我就相信你 可是在圣经里面 有很多的时候 确实反过来的 上帝要 即使先把脚踩到 越当河里面 那么越当河才分开 对不对 上帝要 以色列百姓 抬着约柜 即使吹脚 绕耶利哥城七天 这个是一个奇怪的战术啊 你打仗没有人这样做的 而且百姓还跟在约柜的后头 敌人在城墙上 对以色列的军队 有的武器 百姓的状况 辽若指掌 没有人打仗这样打 先有一个信心的回应 然后我们就经历了神的大能 十年前我们一家到 这个足东的二重谱 在这边执堂 跟着几对的同工一起 其实我们当时候对我来讲 它也只是一个单纯的信心 就说上帝你的心意 是要使万人万民 做你的门徒 所以就是一个单纯的信心 执堂是你的心意 我们就傻乎乎的 就勇敢的往前走 这十年经历了许多的困难 在没有同工 没有钱 在服事当中 弟兄姐妹 各样的状况 十年过去了 我再回头看 我看到就是上帝的能力 各样的工作的彰显 好多的人在这里信了主 好多的人在这里生命改变 被更新 这些都不是我能够做的 这也不是我来执堂的时候 可以想象得到的 但是我确确实实经历了上帝的能力 而那个开始就是有一群同工 勇敢的回应一个呼召跟托付 去职堂 就换了一个地方 开始在那里聚会 求神帮助我们 我们都希望我们的生命 不断的在经历上帝的工作和大能 那我说很多时候 上帝的能力 是透过人的依靠和相信 彰显出来 以色列当中迎着有约纳丹 迎着有大会 就大大的得胜 可以改变局势 会不会今天那个人就是你跟我 迎着我们对上帝全然的相信 上帝借着我们改变这个局势 改变我们的教会 改变我们的家庭 使我们的教会更爱主 更敬虔 使我们的家庭更领受神的丰分 更美满 使我们的家庭更有见证 我们前来祷告 亲爱的主 我们看到 大卫信靠你 应着他对你的信靠 你就带领他得胜 主啊 求你帮助我们的生命 也有这样子的信心 因着我们真实的相信和跟随 我们的生命 就常常经历你的大能 借着我们的相信 借着我们的依靠 主啊 你的恩典 你的大能 你的工作 就更多彰显在我们的家庭和教会当中 谢谢主 愿你在我们当中得到一切的荣耀 听我们祷告 我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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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